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是我们狗舍扩届的第三天 前两天比较忙 没有给大家更新扩届的情况 前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忙了些啥 自己也忘记了 昨天带四只狗去湖北黄冈 给他们做了绝育手术 所以也没有给大家更新狗舍扩届的视频 今天休息一天在狗舍这边 陪狗舍里面的毛孩子们玩一下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扩届的情况 现在外面给他们扩届了一个大的月子 一共是870多平米 都是用水泥打出来的 以后每只狗都有每只狗的区域 应该现在可以说是 他们玩的地方可以疯狂的奔跑了 今天看了一下还是挺不错的 明天就又开始忙了 明天去湖北黄冈 把做完手术的狗接回来 还有汤圆小憨憨一起接回来 憨憨跟汤圆回归我们狗舍了 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这一路走来 我一直都是在努力中成长 有一句话叫做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我一直给自己施加压力 才会有更大的动力 也是感谢这一路家人们的支持 与排办 成就了这些毛孩子们一个家 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狗舍 小学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然后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扩街的地方 还有狗舍里面的狗狗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谢谢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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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去 然后大火铁把网 护栏都给它安上 护栏的话是直接安到这里 这个树边 树边的话有树荫嘛 狗粥不会热 那边的话就是靠水泥地那边打护栏 一直打过去 一共打打打多了 八百 将近870个平米 这边光狗门的地方 就870个平米 它跟那边连接起来了 跟咱们狗舍连接起来了 沙子用了六十方沙子 水泥用了五十多水泥 不是五十多水 五十方沙子 五十方沙子好像就是五十多 我也搞不明白那个 反正人家需要材料 我就给人家买材料 需要啥我就买啥 那边那个坑就不准备搞了 挖出来那个坑就留着用 用砖头给它落起来 搞一个狗狗的水池 长流水 很小很小的一个水池 这家狗是我走哪 跟我哪 就 怕我给它哪一天丢了 不要它 过来 以后的话这边 因为人睡在这个里面嘛 人的话就能从窗户上看到狗狗的情况 就是等于又人跟狗 走到了一起 一个星期 我当时说的是一个星期计算完嘛 一个星期就差不多就全部计算完毕 整个场地现在占地面积 连房子带狗舍 在他们玩的地方 计算面积是两千三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短短一段时间 把这里的机身面积给到了两千三百平 而且还是搞出来的 这个是洗手间 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 这是我外面的小狗 长鸡狗都放到外面了 干嘛 厨房 宝妹的孩子 宝妹的孩子 我现在也放到了外面 因为他长大了嘛 长大了就把他放到外面 他也是出来进去 跟他们一起玩 屋子里面还有凉 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就不出了 就在屋子里面 凉快一点他们就都出来玩了 看屋子里面睡 我换成了高低床 下面睡狗上面睡我 我睡上面狗睡下面 因为那个床实在是 没法睡 每天身上睡十几个狗 早晨起来嘴里面都是狗毛 所以我给他换成了高低床 沙拉你又从他叼回罐头袋 你那逼丢过 又从他脱了罐头袋回来 逼丢货 豆豆 豆豆现在也长得好看 小娜娜 做完手术的我都就是 放到了我的屋子里面 明天还有四只狗做完绝育手术的 接回来 这段时间一共是给八只狗做了绝育手术 小娜 一会再带你们看一下狗舍里面的狗 温暴 一会再带你 然后再带来 去 这么快 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整个狗舍的环境 现在我是站着山上 山上往山下拍的 所以看得比较清楚 看到没 狗舍的整个户篮直接到那边 大不大 爽不爽 在那上面 这上面看狗看得清清楚楚的 每次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过 羊羊狂狂落落 大娜娜 小熊猫 小舌头 这也是才是一个 真正完美的狗舍吧 也是小熊心目中 一直想给茅海这么一个家 终于马上要实现了 感谢大家 喜欢吗你们 走带你们去 更远处看看 看 抓不抓关 打扎到上面看没多少狗了呢 多了现在我屋子里面狗太多了 我自己屋子里面 现在将近二十狗 看看 多想上山了 多想往山上爬了 小猫 买这个我的椰子 配上这样的狗色 真真完美啊 绝配了 哭不哭 有狗屎刚拉的 狗狗太多了 拉屎也多 少不过来 小猫 伤参道 对 都没有 谢谢大家